太大红利基金,近期市场持续下跌,但同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,一是单月下跌幅度加大,市场波动性有所放大,二是此前机构青睐的既优白买股也出现非力性下跌。 从历史经验来看,上述现象表明市场下跌,可能已经不如尾声阶段,再考虑到整体市场估值水平已经处在历史底部,后续市场将大概率呈现结构性机会,当前正处于级暴批路期,坚定看好消费升级,先进制造等领域,终持续对现业绩的优质企业的投资机会。 四季度A股资金面临着后出清,农营汇率基金,2014-2016年金融扩张期间,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尚未出清,2018年四季度至明年上半年,开始迎来新一轮小高峰,2014年到2016年的并购和融资高峰对应的是2018-2019年二季度的解禁高峰。 今年四季度至明年二季度,解禁市值超过2万亿,为2018年上半年之后的第二个高峰。 我们估算,2018年A股整体商与简直有望达到峰值,估算约480亿人,创业版商与简直165亿。 2019年A股整体商与简直缩减至416亿,创业版商与简直基本表持平至166亿。 同时我们估算,A股入负和MFCI提高A股权重如能顺利实施。 则将会带来2019年增量资金为2645亿。 四季度A股资金面临最后的出清,可能仍然承载一定压力。 但展望长期,中国经济向豪的趋势没变,其中科技消费领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,更应把握好优质标的投资良机。 A股继续持有优质大众消费品公司,逐步加大对优质科技公司的配置。 A股将反复震荡群底,长城基金,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里。 A股还将是以存量资金博弈,和反复震荡着底为主要格局。 投资者在目前的点位,既不宜继续恐慌杀跌,也不要指望市场马上大幅度持续反弹。 A股持续调整,估计已经接近历史大底部。 A股当前的估值水平所隐含的风险溢价,或风险补偿,已经接近历史高位。 央行临时降低存款准备几率,当前资金环境已经比较宽松,未来还有稳增长和力度较大的减税措施。 从长线看,对股市都是长期利好。 国庆前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,作为此管新规的配套实施细则。 进一步明确了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放开,未来债券收益率吸引力将下降。 投资者可以从长线的角度从稳增长和自助可控两条线来挖掘个股。 重点包括金融、地产、钢铁、建筑建材、公众事业、物科、半导体、大数据、网络安全、科技股、食品饮料和医药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